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個公案 因為一個村莊 一個村莊裡面 當然就是有人跟蔡麗仔做各行各地都不一樣 結果 他在中一對紅毛 他就是都太低 他在賣得來 那個鄭陶也一間佛寺 一個佛寺 也有修行人 所以修行人也是每天很認真在羞恥 所以也是很多人都會去供養他 因為大家了解 供養出家人福報很大 所以這一對夫婦也聽人家在講 某某人都去供養這個叔父 所以家庭很平安 有什麼事情都很好 他們就在呼 晚上在那裡就喊壇 說老爸人做得比較好 我們比較寒慢 人家在睡覺我們就要去抓地 早上我們在那裡做 我們在訪母人家吃 人家聽說 供養叔父有福報 供養叔父有福報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來供養叔父 所以紅毛參雄 結果說 啊 人家做我們如果沒有做 我們沒有去福報 我們這世代那麼辛苦 既然知道 我們是不是用動來供養 所以夫婦很虔誠 很高興呢 就一個機會之下 他曉得這個叔父是出事 出災的 所以他就將家裡的碗鍋重新放過 換新的 很乾淨 很虔誠的 準備好了 就一個機嫌之下 就到佛寺去請那個師父說 我們夫婦想要供養你 這位法師他說 好 就點一個桶 所以時間到 他就來吃飯 所以他們服務很高興 看叔父吃一吃的 結果叔父吃完了 站起來 頭滑的 他就又回去了 那那紅毛在想說 咦 啊 才有人給我們共養等都這樣而已 那怎麼都不跟我們說我多久的 那又共養第二遍 第三遍 啊那紅毛就沒吃完蛋了 人家說 我們比較散 共養都不好 人家債夫吃了連跟我們說 這支豆沙也沒有 這到底是怎麼做的 所以勁鬱 勁鬱 勁鬱 所以勁鬱不勁鬱 過一個階段 變身體就不好 人性怕鬱脹 憂鬱症 我們現在勁鬱不勁鬱 人家沒有憂鬱症 我們兩分都沒有憂鬱症 會去 如果我們比較大聲的我們基本上司的就義都沒有憂鬱症 都完完 所以他就像憂鬱症的 結果一命亂的在 他就在過往了 這個法書 它也是剛才年紀久 它也就要錄瓦 這個法書中間 它錄瓦中間 它不錯 因為它修 這裡已經修 所以有故意 就變修成勞漢國 變阿勞漢 不是我們泡地的勞漢國 不可以玩 勞漢國是很好放錯 救身體啦 那是不錯 它這是錄瓦漢 這是錄瓦漢國 不是我們喝那個國 果味的國 結果這堆台地的 她嫁翁後 心頭要一個甲打不開 所以 跟憂鬱那些中間 憂鬱 帝王叫他去心 剛才帝王的生日 人家說錄瓦台語 說 帝王生日中間的 把你們這些地獄中心都叫來 你們有什麼要收購的 你今天都聽我講 大家這個講那個講的 講到他們這紅毛中間的 帝王說 你有什麼收購的 他說 我是沒有啦 他說 採摯送什麼 他說 台地 喔 台地 所以你要怎麼吃 他說 不是啦 我台地是沒有不對 不過 我是只有心有一個甲 他說什麼甲 他說 聽我說 共用出雞人 在共用這個年書 這個BQ 都有福報 我共用一個師傅 吳達安在他欺騙我 甚至是我夾中間那些人 我都沒有跟他說 半句話 吳達安在我兒子沒這樣想不起 說 現在來到這裡 剛才今天帝王立天開水 我是要問這個憲意 帝王說 嗯 怎麼有這條理啊 師傅給我們共用 醉婆也要念一句阿彌陀文 醉婆也說這樣 哇 師主啊 你講到無量喔 阿彌陀這句沒 他說沒有啦 都沒百句 說那奇怪 阿這事有跟阿彌陀的 他就叫這個文寶寬 來 查來看看 他說 調來看看 他說 哇 這個法書已經是立罰了 已經有敵枯了 他說 喔 這樣收了不錯的人 怎麼都沒有跟你註 他說 來 調完身來問看看 到底是怎樣 所以帝王就把這個羅漢的願寧調來 跟他就說 你有接受這個母母人 跟你共用不夠有啊 他就說 你有跟他說什麼 他說沒有啊 他就說 你吃吃吃的 都沒人說半句話 他就說 拜託 我受羅漢 我是小臣 我是我自己而已 所以我都沒有跟他說什麼 喔 帝王說 這樣不行不行 你不管小臣大臣 你治療漢是不錯 不過你最氣味 要適合給人 要跟人說 我們要怎麼做就做選手 你都沒有 這就是你不對 你有正義 所以這輩你還要下去賭 哇 阿這羅漢說 我的媽呀 那我就慘了 阿真的 他沒辦法 阿這是嚼勞了 所以兩位 隆董三位 同樣鹽漢又叫他下去出事 同樣又出事就另外一個爭頭 還是同樣做會 所以時間的延遍 要吃快 阿這位這羅漢就賭掉 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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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賭 他賭掉 這位吃了 賭掉 不賭掉 賭掉 不賭掉 不賭掉 我快賭掉 我賭掉 我沒完沒了 所以他眼睛 賭掉 賭掉 一等 等一下這個幾位 還真的生氣 還來做事的 還台帝 阿他說 啊 這真的就是要逆保 結果這個法書很好 結果怎麼說,他有負責,他知道這輩子要做什麼事情 他出家人,看來因為他這一樣,就是生活很善修 結果他出家人,師傅他拿錢給他,不是要給他做什麼 他拿錢說,我這錢來援助他,你去買地來台 哇,他這機會好像不說奇怪,如果出家人拿錢來花買地台,我實生 他說,你不管,外長,我有事情,什麼事情 他說,我錢給你,不過,你去拿地來台,我不會幫你拿東西 單單,我如果要用豬肉的時候,你就要給我 看他們,我懷疑到死,他說,啊,送到了,這出家人怎麼吃豬肉 這就沒有你說,那有問題還好,他說,這條事不妥了,沒關係 所以就很認真,一樣做行李,啊,這出家人,如果看他沒錢 就拿錢來,給他拿地一台